欢迎收看快走玩游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流程攻略的节目 本期游戏为密不可分 那么在完成了上边的之前的两个这个图腾之后 我们接下来去摧毁另外两个图腾 首先还是往左边利用高台上来 在这里的话利用我们刚刚学会的这个开花的技能 在这个指这个尖刺可以成为我们继续可以踏足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里也是 这里注意射箭的话要平射不能往左下角射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开花兽会消失 然后利用这个作为平台 这边再设一键 这样的话就直接上来 注意在平台的下方那块有一个这个花 那个花的话其实是可以当住我们踩踩的 而且这个花的一个范围其实是比较大 然后这块的话我们继续往上走 然后这里直接上去 这块可以使用一下橙杆跳 然后往左边这儿来一键 然后依旧是一样的 都是过来 好这样来回踢墙跳继续走 然后之后依旧是原路返回 我们这里的话使用这个开花的技能 把这个鸟作为一个垫脚 这样我们过去会更安稳一些 然后一直继续往右走 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就是刚刚下来的地方 另外的两个图腾的话是在地图的左侧 并不是很复杂的两个位置 好这里依旧开一个图 开一个花壁 然后上来 这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过来的地方 这样的话利用它作为一个垫脚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走 看一下地图 然后往下走 往左侧 就是我们之前去的那个竞技场 在那里的话 我们跟这个卡诺尔的双子曾经进行过一场战斗 这个卡诺尔双子的话 也是可以加入队伍的一个成员 那么这波要在下一期了 这一期的话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破坏最后的两个 这个蛇的图腾 然后来到这个蛇后的面前 跟蛇后对决吧 之后的话在这利用技能 把这两个鸟 把这些鸟啊变成可以踩的地方 这块要注意 由于这个定时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踩一个 然后再变一个 不要一次性的把所有都变成图腾 否则最上边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时间上来不及 另外左侧的这个缝隙 我们暂时去不了 那个是回来的路 这里首先是在这开一个花 然后利用这个墙壁弹跳上去 右侧的话是有这一个图腾 我们这里的话 首先定住那个鸟 然后在这儿 然后爬上去 这块是多跳了一格 跳的稍微高了一些 正常是利用这个鸟作为一个 就是 踢墙跳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样子可以就过来 过来之后这块继续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走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 这个设立 在这一关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攻击力提升到 提升到四级 或者说提升到 或者说第三次提升 之后这17还有三个 不用着急 继续往左侧走 这块下来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踩到下边的 那个 就大的尖刺上去了 然后这里的平台是会消失的 消失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直接冲刺 跳到水中 这块是由于按键按错了 所以直接掉了 前边的柱子后边挡着一个怪 直接冲刺过来的话 就可以把它撞进战斗 那我们的冲刺的话 对方是没办法那么快反过来的 这边也是赶紧解决的 这两个怪 他给他做多勁 追尽我 要做多勁 这是不知道 想像是记录得 我还将会 �를称救 装飞救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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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到这波敌人之后继续往左走 先往往下 下边的话还有一个敌人 这家伙带两个鸟和一个羚羊怪 我们先解决到羚羊怪 因为毕竟鸟的攻击是点攻击 羚羊怪的攻击是面攻击 所以就麻烦一下 这里的话还是要再次重塑一下 就是有关于防御 那使用群体防御时候消耗灵力值的速度 会比这种单体防御时候要大很多 打这个飞比 那我们就用单体防御 单体防御术 然后接下来这个达尔只能出手 达尔身上的大队之音的数量不是很多 然后女主的攻击的话 建议是平常的攻击就按住下架攻击 因为下架攻击一个是伤害高 一个是攻击速度多 比只按攻击的那个攻击速度要大概多一倍 因为它是一个点数是两下 它否划两下 然后如果是只是按攻击键的话 它是只打一下 而且伤害的话还是要稍微低一些 由于刚才这个飞在天上也是没打头 那么这飞比直接过来留一点 留了一点这个评论点数 这也没关系 那达尔依旧是积攒自己的一个大敌制 后面我们用上 向这个鸟下来 然后弥堵上去追击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个攻击顺序 还是要稍微讲究一点 如果说不讲究 很有可能 一个是突然打空 另外一个是有可能会没有办法造成一个高输出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人的一些动作 它可能是在某敌人处于浮空 或者是敌人处于落地的时候 才有更大的一个效果 这个还是要稍微评论一下 那么这里就19个设立了 在这破坏这个图腾 这时候要注意右边 那个猪猪会出来不断的攻击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那么这里使用这个开花 把它给定住 然后再使用这个影响 这样才能破坏这个图腾 否则的话 它会一直在我们影响的时候发动 发动攻击 那进行阻碍 这样的话 四个图腾都已经被我们破坏了 通往蛇后的这个封印也被破坏 接下来的话 就回到那个封印的点 然后我们前往蛇后那里去觐见蛇后 这边直接上来 然后往右 右边有一个就是进度 就刚才展示那个 直接一个卡姆巴 卡姆巴回旋 之后继续往右走 这块是没很跳跃吗 往右走 注意水里面的这个鸟 所以我们的这些鸟撞住 以后并不会进入战斗 但是他们会把我们受伤击退 有可能就会扎到那个大的刺上 导致又要重新跑 那么继续从刚才这个位置下来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封印这里 直接跳下来 达尔依旧对此表示质疑 下来之后直接往右走 左侧是死路 那么这块的话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水坑 注意一定要贴着右边走 这块的话如果你直接掉来都是会掉到那个大刺上的 然后继续往右 这块的话要注意水边的两侧是有这个尖刺的 如果被扎到的话会被扣五百点血 不过这没关系 我们的血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这个掉血的话是不会影响战斗中的一个血量的 只有当敌人攻击到我们的时候 那个造成的伤害才会影响战斗中的一个血量 这边的话注意两个趁着敌人还没散开快速的攻击 然后我们注意调整一下攻击的目标 这样以确保能把所有的单位都算在里面 直接攻击防御一下就好 达尔依旧是积攒一下大敌军 他这个有没有大敌之印的话 对于他的输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后面的几下还是进行防御住了 我们这里的话按错键了 好吧可以直接挑空 然后再按下 这样就可以把敌人这个利用弓砸一下 然后顺涛射一只剑出去 这个分家的分家行动条的回复速度还是比较慢 这样直接输出把这一个灵状 灵状怪给搞定 然后剩下两个青蛙 还是集中先来血少的那个 就是一个鬼动 现在这几个人物的话就是极限剂都不是特别好用 所以我们这话的话优先还是使用可能攻击 注意这个飞比是没有极限剂的 然后右侧的话有一个打不开的门 我们现在先不管 直接戳一毛 然后过来冲撞攻击 这个戳不戳你都无所谓 直接冲过来打也行 当然如果使用这个毛戳的话 那么在进入战斗之后 敌人的血量也会适当的有所下降 你不需要注意这个家伙使用远程攻击的话 是对他那种效果 还有另外他自己还会一个防御 好 既然打都打上了 就拦着停了 防御一下 这个是群体伤 然后直接破防 那么那两个鸟由于一些威胁性兵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就先不管 先把这个威胁最大的这个龟给他解决 两个鸟的话整体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然后就另外就是敌人的像这种 刚才这个翻滚的这条冰冰 虽然说他显示的这个伤害的范围是能打到喷加的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方角色的一个防御 或者是正在动作的原因 这个是能够躲开的 是打不着的 还是防御一下 继续弦的话反正进行一下完美防御 还是有效果 他这个节奏都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血量不是很多 在打两下把敌人解决掉 当然的话就剩下这两个血量并不是很多 然后也不几成了鸟 打二的话在这里还是尽量多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大鸟军 因为后面我们打boss的时候还是要快点出出 因为那个boss的话打的比较慢的话会比较累 倒不是他的伤害 倒不是他就说他这个伤害有多高 主要是那个boss的话 他在因为这个游戏的话 每个boss在打到一定许一定的时间或者是血量的时候 都会进入到这个跑酷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话 这个boss的跑酷环节其实还挺烦的 整个来讲跑酷环节比打boss比较 也不是男爵的 你埋伤了 Fundru Sundru 了 Message iels 好的那么成功搞定这一波 然后继续往左走 在这里要注意我们的直接一个撑上跳上来 注意两侧的这个尖刺 然后利用水流 这块获得这个舍利 首先我们要跳到左边的这堆水 然后在空中 这个开花的位置还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跳跃的不对 应该再往上一点 就是这儿 砍一下然后再上来回来 然后回身再这样子获得 然后下来的话 注意不要扎到那个大刺上了 这小刺没关系 小刺的话顶多是让我们受一下 受到一下伤害 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活一下精神领域 给自己提升一下攻击比较好一些 然后找到这一个就是拉特纳 然后这里可以告诉我们 20个射力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攻击了 选择试的话就可以了 又翻一层见鬼了好吧 见鬼就见鬼吧 那么下一次升级攻击力的话 则是需要有25颗射力 然后下一 我们下一次还是优先升攻击力 防御力的话 等到攻击力升满以后再说 毕竟快速的解决掉敌人比什么都强 这块多扎两下 多扎两下我无所谓 另外就是被扎住以后 快速的按跳跃键的话 是可以重新进入到一个瘦身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选了 这里的话先往左走 左边有一颗这个射力 我们先拿先去拿那颗射力 这块获得的方法是往墙上射一个藤蔓 注意要射到上边的那个墙上去 然后上来砍一下 然后利用反跳 所以左边的话 由于这个鞋面上是不能开花的 那我们就过不去了 以后再说 之后的话就开始去打boss 这块一直往下走 就能碰到 就能去到boss那边了 然后往左走 前面这里有一个存档点 那么可以在这里存下档 之后的话就进入到 密室之中 我们在这些混蛋 Ajna,如果我们只是听听她的论 年轻人,我们准备这些防御了16年 我们感觉到的力量当你冲出了从沙尼 你让我们冲出了地下 你所代表的危险我们希望我们自身保护 但是我们找到你这里,在我们的面前 哦,是的?那,你和你 你不能只能拆除你的人,他們必須要自由 自由?是這你供應? 如果自由意義死,我的人選擇了是遺棄 Ajna,我真的覺得我們應該聽她 但她是她的... 沒有話更多 你必須被停下來,這裡和現在 然后亮相然后开打 这个boss整体来讲的话 他的攻击力量会很高 攻击的模式也不是很多样 所以威胁不是很大 血量的话一般 毕竟是boss血量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就是注意 我们现在飞比是可以对其进行 一个空中抓头 这个的话能用就多用两次吧 等一下的话可能就 等一下不知道是因为是bug 还是游戏的机制的原因 可能就会无法使用了 在这块注意一下 他的这个直拳就只有打一下 伤害也不很高 刚才看到完美防御之后的 完美防御之后的减伤 可以说击贝 这个家伙 他的主要的一个麻烦点 并不是在于他的战斗关系的伤害 并不是什么高伤 轻轻松松就可以快速的 把他打到将近三分之二的血量 好注意 这边的话我们还能输出 尽快输出 所以不要让敌人 歇下来 歇下来的话 他就会开始转过段 现在由于我们的这个点数不够 好转阶段 转阶段这个时候进入跑步 注意这个我们要使用弓箭 去射它 这样同时要注意我们脚下 脚下当出现这种火光的时候 就要移动开 否则就会被这个穿到 如果我们在这个跑步过程中 我们血量 呃 被摊到了零的话 就是要重新开打了 好 等他身上的这个 富盾全没有之后 再射他一箭 这样就可以玩 刺眼之后再重新进入到战斗 另外就可以看到在场地中间 那个查克拉之门 是不断的往外释放着这个灵力的 这个灵力会吸收到 这个时候的身上 为他补充身上的这一个防护罩 那么这个其实是可以神话阻止的 不过由于平常的时候 他这个灵力 汲取的并不是很多 所以护盾的话 也不是混合的很快 主要是他会在有的时候 就是说失去护盾之后呢 呃 释放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的话 会让这个查克拉之门 大量的释放灵力潮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使用冥想来应对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演示一下 对方的血量也不很多了 这里继续攻击 注意脚底下 不要被这个 被这个激光给打到 当然打到一两下 其实是没有事 我们这就稍微等一下 然后这个 如果说这个蛇后身上的 这个离得太远了 如果蛇后身上的这个护盾槽 没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使 他就会开始使 释放刚才的技能 大量的灵力的话 就会向他身上引动 另外就是在他护盾槽快没 就是这种 还有很多 但突然一下没了 他就要开始使用这个 中场的一个较大范围的 一个这种激光喷射了 这个时候继续 我们就开始冥想 这样的话 就这个就灵力 一直会向我们这边涌过来 如果我们的灵力槽空了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补给的 好 那么结束之后 依旧还是跟之前一样 他每次释放这个激光的话 他本身的护盾都会降低 这个就等于 他能量的一个消耗 那我们的攻击 可以加速这个消耗 另外就是没了以后 一定要攻击 这样他才会掉到 之后就冲过去 打他一下 或者是使用这个 灵光冲撞 这样就可以进行战斗 对方的血量并不是很多了 那另外就是要注意 当他第一次升空之后 那这个飞比的抓头就无效了 只能使用这个 往上挑的这一招 或者是射箭的这招了 那么把他挑到空中之后 是抓不住的 这个不知道是游戏的一个bug 还是就是转阶段以后 默认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里蛇后被我们打败了 并没有被我们击杀 他只是晕了过去 好 那么这样的话 那这个卡诺尔的查克拉之门 我们就可以去给他成功的连接起来了 虽然不是很清楚 昂姆到底这么做是好还是坏 因为蛇后并没有什么恶意 他也不是说 他只是希望保护他的人民 至于真相是什么的话 现在还不好说 那么不管怎么样吧 现在屏障已经消除了 那卡诺尔的这个人民 也是可以重新走出避难所了 至于未来是福是祸的话 这个就看吧 不认识到这个地方 我认识到这些地方 我认识到这个地方 我认识到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手上抱的 这个小孩又挺好玩的 那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事情 就暂时暂且告一段落 接下来往右走 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可以加入的一个队员 就是这个虎诺奇 当然还有他的兄弟西伯奇 不过由于这个西伯奇的 他其实是一个灵魂状态 他已经死掉了 另外就是他的头骨呢 被一个被某个生物给夺走了 如果我们想让他入队的话 那就要把他的这个头骨给他找回来 那么这里的话跟他对话 就算出发这个任务 这一期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寻找头骨的事情 我们就留到下一期再说吧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关注和点赞 是我制作视频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儿子好orum的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